1 2 3 3 3 4 4 建防部長抗議駕駛情緒激動 跨越路障後來還用力推倒 沿間封鎖線快被衝破 交部官員與警方 兩人用手撐住路障 但還是擋不住駕駛的怒氣 衝突一波接一波 駕駛們完全不怕手持盾牌的警方 用肉身奮力推擠 就是要衝進交通部 後來還有人直接撐開鐵門 十多人進入大廳 更有業者一度佔領電梯 真的好火大 工會理事長勿嗆警方 這裡在做事的人 這裡是頂端這裡無話不足 這裡無話不足 這裡是生肚子在對面 日前陸客團火燒車事件 遊覽車安全問題引發討論 新北市遊覽車駕駛員工會 不滿被污名化為拼裝車 號召250輛遊覽車 包圍交通部抗議 仍愛路交通一度癱瘓 問我們到底安不安全 甚至於原本是要三台車 五台車的變一台車 是真的 我們現在的車況真的是很糟糕 沒人敢搭 專做國內旅遊的遊覽車生計 也嚴重受影響 談談車對業者北上抗議 依然車對的業者更在過程中 腳踝扭傷 你是扭到是不是 對啊 遊覽車駕駛們火大抗議 要求取消不合格規定 陸鎮司長林濟國最後出面協調 花了一個多小時 才終於化解這場僵局 記得李英文 月方SNG小組 台北報導